另外广东省九个月大的张卓宇 被诊断出双肾多发性结识 他的父亲也向三路提出90万元的赔偿诉讼 以上甘肃的凯旋 河南的小涛 广东的张卓宇等三起诉讼案件 法院都尚未立案 不过队友打算采取诉讼的病童家长 北京律师张新宽提醒 一些必要的证明物件一定要收集留存 支援律师团的律师张凯表示 依照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 消费者能够获得的赔偿金其实很少 张凯指出 在美国商品赔偿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一是对本身造成损害的赔偿 二是精神损害赔偿 三是惩罚性赔偿 在中国就因为缺少惩罚性赔偿制度 因此对厂家无法取到纠正错误的行为 他希望经由这次重大事件 在中国能建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那么由于大陆的黑心厂商 长时间的以化工原料三具清安来冒充蛋白 混在牛奶和一些食品原料之中 由于时间很久了 这个毒害面积究竟有多大 目前是难以估计 而且受害的深远程度到底是怎么样 也很难估计现在 但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逐渐的从更多大陆进口的食品中 还有大陆进口的原料加工成的食品中 不断的发现有三具清安 国外厂商或食品批发商 也不断的在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网站上 公布回收食品 下面一起来看一看 在10月份公布的主要 在华人及亚洲超市经销的这些回收食品 您可要看仔细了 10月10日 纽约法拉盛美国华夏食品贸易公司 召回伊犁牌250毫升纸盒装的豆奶和牛奶饮料 以及乳酸菌饮料 因其中可能含有三具清安 所有批号的该产品全部回收 凡购买了伊犁牌250毫升纸盒装的豆奶和牛奶饮料的消费者 请立即停止引用 并将产品退回到购买处 如数退款 如担心健康问题请速就医 华夏食品公司电话 917-216-0575 10月10日 美国芝加哥Berry Colorboard有限公司 自行召回在Kroger食品杂货店行销的 Kroger品牌的12盎司的Same Sweet Chocolate Chips 即低甜度巧克力豆 产品著名的保质期为 2010年5月30日 即Sale by May 30, 2010 该批号的产品因含有不明的牛奶蛋白 购买者请迅速将该产品退回到购买地 如数退款 若有任何疑问 请接洽Berry Colorboard 11866-678-5221 10月10日 洛杉矶GFC国际公司回收Kyosei罗布干 产品含有未著名的亚硫酸盐 对过敏体质的人会产生威胁生命的过敏反应 Kyosei罗布干3.5盎司塑料包装 中国制造 凡购买这种产品的消费者 请立即退回到购买商店 如数退款 有任何疑问请洽JFC公司 电话323-887-5232 10月3日 美国新泽西的TriStar Food 三星食品批发公司 回收蓝猫口味饮料 该饮料为100毫升塑料瓶装 有草莓 橘子 菠萝 桃子口味 饮料可能含有三具情案 凡购买者请立即停止引用 并将产品退回到原购买商店 如数退款 任何健康问题请速就医 TriStar Food 三星食品公司电话 201-938-2590 位于大陆广东省东莞市张木头镇的一家香港玩具生产厂 香港和郡集团 10月17日突然挂牌宣布倒闭 6500多名工人不仅工资遭到拖欠 生活也顿无着落 引发了数千名工人在工厂门外示威抗议 要求政府按照承诺支付拖欠的工资 据悉由于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 人民币升值 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政策性的变化 以及信贷紧缩和中国制造玩具的安全问题 使今年1-7月 大陆玩具企业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7% 台湾实业大亨 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 于美东时间10月15号上午 在新泽西一家医院辞世 享年92岁 王永庆的遗体将由长荣航空公司 在17号运回台湾 王永庆病逝消息传出后 台塑集团旗下个股纷纷跌停 中国大陆十一长假 金户深邃等一线城市的房屋成交量 不约而同降到历史新低 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楼市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大环境影响下 呈现全线疲软状态 北京的楼市出现了恐慌性抛售 占到全部房屋供给的15%左右 深圳目前已至少有40%的房产中介关门歇业 美国总统布什17日宣布 把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 斯洛伐克和韩国等7个盟国 纳入其免签证入境计划 美国希望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同时让这些国家民众了解美国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但布什的这一决定 也增加了一些人对恐怖分子可轻易进入美国的担心 一年两度的欧盟高峰会议 于10月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大楼召开 本次峰会的中心议题仍旧是经济危机 各国首脑均表示 支持上周日欧元区15国首脑在巴黎召开的峰会上 拟定的解决方案 高峰会最后决定在近日内建立危机管理部门 来协调行动各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等 加拿大国会大选的结果在东部时间10月15日凌晨1点40分揭晓 保守党获得143个席位赢得大选 但因为不过议会的半数席位将再次组成少数党政府 大选连任的总理哈勃当日立即宣布新政府工作计划 将挽救经济列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 并大力推动和各反对党间的合作 德国国会议员10月17日通过一项5000亿欧元的银行研究计划 总理默克尔希望这项计划能使受创的金融系统恢复信心 联邦参议院和联邦众议院同时投票支持这项计划 该法令将于星期一生效 这个星期纽纽约华尔街似乎稍微平静了一点 不过这只是和前几个星期相比而已 如果不是经过前几个星期的血雨腥风 本星期的股市起伏也足以让华尔街惊叹 下面就一题来看一看 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936点 成为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单日上涨 世界其他主要股市也大多有10%左右的涨幅 星期三道琼斯指数又下跌了733点 成为历史上第二大幅度的单日下跌 而最大单日跌幅的记录仅仅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前 星期四道指先是下跌380点 但最终以上涨401点收报 韩中涨跌幅度接近800点 星期五虽然道指下跌了127点 但由于前几日的大幅上涨 美国主要股指都有3%以上的上涨 世界各国联手向银行注资似乎也开始奏效 银行间互相拆借的利率反映出银行已经开始赶于发放贷款 说到向银行注资 美国财政部收购美国几家主要银行的优先股也颇有戏剧性 星期一下午摩根大通 摩根斯坦利 花旗等主要银行的主管被召集到美国财政部 出乎他们意料 一走进会议时 每个人都收到一张纸 不过在了解了交易的细节之后 各大银行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最后的专业 原因是政府虽然有些强加于人 但交易的条件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政府购买优先股的条件是获得5%的利息 虽然这一利息在五年后上涨到9% 但这主要是鼓励银行在这五年间 寻求私人资金代替政府注资 不久前 美国股神巴菲特向高盛银行注资 则要收取10%的利息 与此相比 政府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优惠了 为了保护纳税人的财产 政府注资总额的15% 可以转变成银行普通股 从而使政府将来有可能获得利润 回顾这一星期 股市在涨跌之间大幅波动 看来投资人都在寻找股市是否已经到了最低点 而恐惧和贪婪两种力量则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至于各国政府联手注资 是否能让这次金融危机得到平息 还有待时日才能见得分晓 一方面 像银行注资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住房贷款的违约率仍然居高不下 信用卡贷款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裂痕 但另一方面 政府手中的武器足够与核武器相比 只要印钞机一开没有救不了的市场 只不过这个核武器可是不能随便